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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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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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威是羽之波带土旺猴童血轮眼的特殊能力 赠予卡卡西的左眼主进攻 可以远距离扭曲空间 自己留下了右眼主防御 可以让自身虚幻 并将近距离的目标吸入一空间 不过由于卡卡西并不是羽之波族人 使用血轮眼会带来超负荷的消耗 这也导致卡卡西经常被吐槽的弱点 查克拉不够用 前期用几次雷切就还不行了 用两次神威直接就要死 不过这个弱点也只是在前期比较突出 到了后期还不是连用十几次神威活蹦乱跳的 实在不行还有九尾充电宝在旁边呢 除了忍住天赋和血轮眼之外 卡卡西还有一项出众的能力 就是极高的智商 卡卡西的智商哪怕不敢说数一数二 至少也是火影中前五的 面对过于棘手或能力未知的敌人时 依然能够冷静地找出对方的弱点 从容应对 跟卡卡西在一起总有种安心的感觉 对战平衡天道时 仅两次试探攻击就分析出神罗天真的弱点 对战带图时 只是根据情面具上的细微划痕 一步步进行假设 就破解了对方的空间人数 他的智商与上期介绍的陆王相比 绝对寄所能力应该不如 但实战经验以及写人眼带来的细致如微的观察力更胜一筹 卡卡西登场时一副不正经的样子 首持清热天堂 一招千年杀惊世骇俗 带领第七班初次执行C级任务时 遭遇了雾影忍刀七人众之一的陶帝在部长 在部长的实力虽然看起来不如同为忍刀七人众的鬼胶 但也远非普通上任可比 战斗开始 在部长使用了雾影术和水分身 卡卡西使用血冷眼复制 两人进行着 干掉你了 我是分身 干掉你了 我也是分身 的战斗 最后卡卡西被在部长的水牢之处困住 这是名人突然展现出令人刮目相看的智慧 自己变成一把手里剑 与心灵神会的组助进行配合 在部长接住了第一发手里剑 避开了第二发 然而第二发手里剑正是名人所变 在部长迫不得已放弃了对水牢的维持 卡卡西得以从水牢中挣脱 不过他说并不是在部长解开的水牢 而是自己解开的水牢 根据后来的零次可以用白眼 从内部破解鬼胶的水牢之处 猜测卡卡西的显灵眼应该也有类似的办法 从水牢中出来后 就到了卡卡西表演的会合 两人截了一个火影中时间最长的影 同时施展出水龙弹之处 在部长大为震惊 他原以为卡卡西只能把看到过的忍数 再次复制使用 没想到竟然可以同步复制 同时施展 这时在部长已经慌了 甚至连内心的想法都被卡卡西读出 这里应该是中了卡卡西的幻术 因为写了眼施展幻术成功式的特征 就是勾欲会旋转 随后在部长打算使用A级忍数 大瀑布之术打败对手 可卡卡西竟然率先解映王城 使出了大瀑布之术 在部长困扰地问卡卡西 难道你能遇见未来吗 卡卡西说是的 你的未来就是死 幻影未落在部长御辞而亡 幻影第一美少年白 以乌影村暗部的身份先生 假装杀掉在部长 实则让他进入假死状态 并以回收尸体为理由 带走了在部长 战斗结束 不过尴尬的是 卡卡西没走两步 直接就躺了 说是显了眼使用过度 要休息一个星期 于是卡卡西蓝少的梗就此出现 连雷切都没用就虚脱了 这恐怕是卡卡西忍者生涯中 蓝最少的一次 接下来是卡卡西与在部长的第二仗 在此之前 要提一下卡卡西 数次展现出的推理能力 第一次遭遇两名乌影的中人袭击时 卡卡西根据数天没下雨的大晴天 干燥地面不可能会有一大汤积水 判断这是敌人的伪装 但卡卡西故意没有直接出手 因为C级任务 不应遭到忍者的袭击 在确定敌人的目标不是几方队员 而是委托人后 卡卡西揭露了委托人隐瞒实情的真相 第二次 在部长暗中观察时被察觉 众人过去发现只是一只兔子 而卡卡西根据这种白色毛皮的血兔 只因出现在冬季 判断这是一只人工饲养 专门用来使用替身术的兔子 而敌人就隐藏在附近 第三次 白带着在部长离开后 卡卡西根据暗部追杀叛人应该只需带回手机 而身材娇小的白 却刻意扛走高大在部长 且使用的武器是杀伤力很弱的 可依用的针 判断真相只有一个 在部长极有可能是假死 所以卡卡西并没有离开波之果 而是做好了再次迎战在部长和白的准备 在大桥上 卡卡西与在部长的第二次战斗开始 在部长已经领教了醒了眼的厉害 于是避免与卡卡西正面战斗 用物影之术藏身浓雾中 由于在部长精通物影暗杀 能够闭着眼睛听声变味 卡卡西陷入被动 在部长在浓雾的掩护下 想要直接杀掉任务目标 卡卡西用肉身绑下了这一刀 在部长以为对方已经无计可施 然而卡卡西是故意被砍的 就是为了让对方的斩手大刀 沾上自己血液的味道 虽然在浓雾中视觉被限制 但嗅觉依然可靠 卡卡西使用通灵术和土盾追牙之术 让自己的八人犬遁地捕捉引力在浓雾中的在部长 在部长被束缚无法脱身 就是卡卡西第一次展现了S级人数雷切 嗯 你们当年有没有模仿过这个中拉的动作呢 卡卡西向在部长冲去 两人都以为到此结束了 可没想到白突然从禁止中出现 替在部长挡下了这致命的一击 同时抓住卡卡西的手至死都没有松开 在部长不想放过这个机会 挥刀打算连同白一起扛了 卡卡西抱起白的尸体 躲过了这一掌 之后卡卡西突然像开挂了一样 当时候吊打在部长 在部长不甘地问 为什么我跟不上你了 卡卡西说 现在你是赢不了我的 你没有察觉到何为真正的强大 我当时以为卡卡西的意思是 这才是自己的真实实力 之前一直都在放水 后来看到忍居大战时才知道 原来卡卡西的意思是 在部长的挥刀砍向白石犹豫了 他的心已经因为悲伤而乱 波之国的任务结束后 众人考试开始 卡卡西推进了名人佐助 小英三人参加 没想到佐助在考试中 被大蛇王施下咒印 卡卡西用封印书 抑制天之咒印时 大蛇王来反 想要带走佐助 卡卡西市长雷切进行威慑 想告他如果要动手 自己势必与其同归于尽 但大蛇王只是冷笑地说 如果你能办到 就试试 卡卡西意识到自己恐怕 不是大蛇王的对手 不过大蛇王并没有动手 阿蛇离开了 猜测大蛇王看到 显了眼和雷切之后 知道卡卡西不是那么好对付 一旦不能速战速决 容易影响大局 毕竟他这次来木叶村的主要目的 是发动精心策划的战争 在中文考试结束后 三代火影阵亡 木叶村群龙无首 这时小组织的佑和鬼娇 来到木叶 打算抓走九尾人助力 也就是名人 他们在茶餐厅吃点心时 被卡卡西阿什玛洪看见 不过卡卡西并没有立即打草惊蛇 而是联系了增援后才出手 鬼娇听说卡卡西击败了在部长 想要与卡卡西对决 不过又阻止了鬼娇 说你跟他打起来会没完没了的 我们还有任务 要速战速决 于是又出手 对付卡卡西 两人只是用忍数互试探 旁边的阿什玛和洪 就已经被佑的实力所震惊 但卡卡西说佑的实力远不止如此 佑和卡卡西在暗部设老乡时 双方有一定的了解 佑也知道 普通的人数难以击败他 于是市场了 旺华洪血人眼的幻术 阅读 卡卡西让阿什玛和洪 千万不要睁开眼睛 却以为自己的血人眼可以抵抗这招 但卡卡西低估了阅读的威力 两人对视 卡卡西被幻术秒杀 所幸增援及时抵达 阿凯率先赶到 其余支援大军正在路上 作为最强的体数大师 阿凯完全能够避开对方的视线 鬼焦还想要继续作战 但又下达了车退的指令 我们不是过来打仗的 卡卡西由于中了阅读 直接卧床不起 从这次战斗来看 卡卡西亡败欲佑 但很大程度上 是因为对自己的血人眼过于自信 以为可以硬扛阅读 导致直接被秒 而且此时 三人、小组织等影集选手西树登场 卡卡西的实力 却还停留在开篇打在不长的时候 作为主角之一 卡卡西急需一次进化 这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下期将继续介绍 疾风撞中神威卡卡西的表现 喜欢的观众 还望多多支持 特别是收藏很重要哦 另外我的公众号和微博 都在视频一阶段 希望大家能够尽量关注 谢谢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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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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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